他們很多東西,對不對 那事實上 你看到這個打光也好 全力分減破光,那些都是用在一個叫EPC 那麼你在智慧相機上其實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給各位看一看 有沒有 你不知道我堆積那樣 哈哈哈哈 你看一般很多是把它做在這個上面 有的可能要在選單裡面 那我的相機,一般我比較建議就選那種 做到外面的比較方便 這裡會有加分點 你給我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剩負的時間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把它調往右邊一點 有沒有看到畫面又有一個亮 對不對 我調往左邊一點 是要不要按 只是通常這個動作大家懶得在拍照的時候 所以我們聽到這哪一條也是可以 只是可以的要把你放在這邊 另外呢 除了這個以外我們剛剛有分過提供 其實相機上面都會有什麼 都會有九光澤 有沒有看過這哪一面 剛剛這一種 有沒有九光澤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要給你做那個位置用的 這是夠不用的 只是平常大家比較少會去 特別用它這樣子而已 這樣大概了解了吧 所以實做一下就知道 只是每個相機或手機 EV值設定的位置 這個就每一台都不一樣 不同廠牌不同其他可能都會有差異 那就比較沒辦法 這樣OK 所以你看我們不用給你看 我就直接擺給你 擺到這邊大家一起看就知道 所以你看這個EV值就像這樣子 你用調整EV值的效果 會比你開閃光燈的那種效果來得好 因為它是整張一起調整 會比較平均 這個這樣應該各位說比較清楚 那 了解這樣上面就要我們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要拿去洗照片的話 基本上你要洗四成六的 最少最少差不多要多少 這樣 各位知道那個數位相機的那個照片 幾百萬像是怎麼算出來吧 就是上面那個公司啊 長配寬 就這樣而已 所以12乘18 請問會是多少 216 也就是說你 四成六最少最少 200萬像是才洗得出來 你如果 洗不出來 他 DV值的他可能會告訴說 洗不出來 如果你今天他要洗 那洗出來效果就會有一點點馬賽重 好 那如果你要再擺一點像素 就會越來越 需要越來越大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現在相機 動不動就五六百萬七八萬 現在上千萬 為什麼 因為他要洗比較大班 你今天不夠大工 比如說你去拍溫渣 你要洗二十吋三十吋四十吋五十吋 那種大的 你不夠就洗不出來 所以他們必須要比較大一點才行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的 你可能留意一下 那麼最後呢 我們 在Fellotube的這邊 我們再擺一個 大家比較有機會用到就是大頭罩 大頭罩 因為大頭罩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 平常我們洗一張四成六的 你大概只要五塊錢平均 大概五塊錢左右 可是洗一張 或者大頭罩 四張六十塊的話 一張也要十五塊 你明明洗的比人家小張還比較貴 有沒有 那我們自己處理一下就好 而且你知道嗎 一張四成六的 可以洗幾張大頭罩 如果兩寸的可以洗八張 如果是一寸的可以洗十張 所以一張五塊 那除以八張 洗下來不到一塊錢 有沒有差很多 因為各位 尤其同學 可能要常常參加很多的活動的話 都要照片 請問你 你有沒有那麼乖 到他上面寫的 半年內進照 有嗎 沒有啦 你剛剛天天很臭到剛剛剛好 用好的 就這樣三張就丟掉 不是 就丟著 然後下次就趕不到再同級 所以這樣很浪費 所以你也可以怎麼樣 我們班的同學 一個班級 一個同學會就好了 因為他負責全部弄好 有沒有 一個人四張 對不對 那兩個人 你先出五塊 下次換我出五塊就好 沒有 很難找到那個五角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功能大家會 那怎麼做呢 你看 在上面這裡 我說 MIT的好處就是 他很多官員在上面 你看 包括洗照片 大頭照 有看到 寫真書有沒有 撲克牌 桌立 都在上面 拼圖 門外體都可以 那我們要的是大頭照 那你點開之後 我們就一個新的編輯就好 那他這邊都有很多的說明給你 比如說 你看 這一張 這一個 他有特別告訴你 我這個是符合什麼 新版身份證有沒有 我們之前換 前幾年換身份證 不錯 他頭的比例多大 比例大概多少 那你看這是兩個人的 你要一個也可以 你要混搭的 就是 一張 比如說像這個混搭的這裡 或這個混搭的 有沒有 兩寸的 一寸的 都可以 那我就先按兩個人的 你看點下去 好按OK 接著你就把照片告訴他在哪裡 那我這邊有準備幾張 當然你們自己的最好 好 七張 兩張 有沒有都進去了 可是這樣 你會 馬上會發現 啊 你身體大頭照 是生活照 對不對 其實那個本身是已經拍好的 你不是現在的光碟 或光碟片 那個 那個什麼 紙碟片對不對 然後那個你不用修 但是你是拿這個 生活照的 就需要修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右上角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根很大的頭 紅色的 這就是那個頭的比例 所以你就把這個頭 對準你照片中的頭 這個比例就接近了 你要演一下吧 好 那這張拍了 換下一張呢 點到他 沒有反應沒關係 點右手邊的照片 換下一張 你再回來 有沒有變了 好 那我就可以來這邊 再來做第二張 這樣 這樣頭的比例就會比較接近 你了解了吧 那這樣子呢 如果假設你已經做好了 有沒有 右手 左手邊六個輸出大頭照 他就變成一張的照片 就可以拿去洗 這樣就洗四成六的 可以 這個整班的怎麼辦 整班的千萬不要來這裡 因為整班的有比較快的 在哪裡 我們剛剛這個是一張一張的 T4的 有沒有 T4大頭照 第一次處理 有一個 我看一下 大頭照 大頭照 不用 他現在在這邊也有 你說比較多張的 比如說全部在這裡 一起丟出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裡 我記得好像 也是這裡 因為新版本在這邊 有沒有 礦白的還是要複製 就再增加 看你有幾張就自己弄進來 複製 好 兩個 所以你就再丟 好 那他很貼心 沒有用過的 他有沒有告訴你 一直用 所以你應該就不容易抓錯 就不會抓到重複的 那 這個再丟進來 所以不夠的 你再從這邊再增加 好 那這樣子就一次做好 輸出的時候 就是看你用幾張 好 就是像這樣直接輸出 好 他這個不夠 不夠一張 他告訴你說 少一張 對不對 他會提醒你 那如果你照片解析度真的太低了 他也會告訴你 你看 如果 今天 我要的 我的照片裡面 有解析度比較低的 像我們剛剛 像這一張 解析度很低的 你要速度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這一張 嚴重不足 會產生馬賽克 所以他問你要不要 如果你真的要 那是你自己選擇的 你還是可以兼職 但是 就是說他會提醒你 這樣就幫好三張 了解吧 所以你第一次可以像這樣去處理 總班的 一個人會就好了 不用太多 副班長 要會的就是 那你班長不掉的時候 你負責跳起來 哦哦 這樣就好了 好嗎